国评总教刘国梁的那些小心机 谁也打不开厨子 这就是老父亲的心机吗 我给家里这种规定 除了我 谁也不许发糖 小孩就不能吃糖 是吧 咱有东西诱惑的 要不跟我好 所有这个宝宝喜欢吃的东西 他们所有人 我说谁也不准打开 谁能打开 我给谁急 所以他们都打不开 然后跟孩子说 爸爸能打开 爸爸能打开 逼四个运动员拿冠军 当然有用了 我一定是让逼着他们 在比赛之前 我会至少逼着四个运动员 必须拿冠军 跟他们都要说一样的 他们互相之间知道 你跟他们说一样的话吗 我觉得 不一定知道 所以比如我 我就会认为 你真的认为我这次 最有可能拿冠军 然后他也这么认为 对 因为我一定要 站在外国队的这种队员 和对手的队员 在这个教练的角度上 去给他们施加压力 所以我说都一直约着 行 那你还没吃饭呢 没吃饭呢 我一般都吃宵夜 还是让他们先陪你吃宵夜 你去开会吧 好 那我先开会 行 接穿张继科马龙穿内增高 你说现在继科马龙 一出席活动 哇塞 那本来是他们个儿也不算 天天穿着内增高 多高啊 继科的角度都快瘸了 一摆一摆的 都快瘸了一摆一摆的 还垫 真行 是不是现在都流行这个 你看我都不穿内增高 该多高就多高 绝对不可能 打中国队就不交 对对对 帮的婚礼 她是台湾媳妇 好多嘉宾来了 第二年喜事素豹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周杰伦 所以我们也希望 来年的时候 硕果累累好不好 好好好 请主席就座 谢谢 哎 左手边 这一位 你认识他吗 当然了 啊 平时接触多吗 接触的就国际比赛 什么的 很多 哎 在国际比赛打中国队的时候 刘知道有没有告诉你 该怎么打 对中国队的时候没有 对别的队的时候有 哎呦 真的啊 哎呀 多会聊天 会落会落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用脚量场地 主要量场地的大小 因为这整个场地 稍微听运动员的反应 小了一些 原来的世界大赛 一般情况下 是七成十四当板 然后到决赛的时候 八成十六 刚才我量了一些 应该是 现在是六成十一 再加上两个裁判桌 占据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有点担心球员的烤纵 烤纵起来的这种安全 昨天这个所有的领队会会议的时候 德国队也提出了 这里边的那种场馆太小 容易壮 跟我们提的一样的问题 他们也跟我们去交涉了 国内病联这边呢 他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 就是说尽可能地把裁判桌 往后移 想办法裁判从外边入场 这样进来就可以把内藏的场地 基本上进成了两边一处这么多 将近50公分的这个距离 这样50公分的安全距离 他们最大权力和这个限制之内的一个距离